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左边茶水间第144集 今天的节目是一个特别企划 我访问了我的助理Kuma 对于这份职缺 对于远距工作 对于个人品牌 还有对于未来的一些心得感想 那在这一集里面呢 你可以听到站在品牌最前线的 他需要面对什么样的任务 远距工作一年之后的改变 还有他的启发 那今天这一集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他比较像是我们的一个深夜闲聊 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剪辑 节目也比较长 那我把这一集呢 称作为Kuma的毕业典礼 所以希望能够呢 陪伴你在长途通勤 或者是做家事的时候 一起聊聊行 另外呢 我在节目里面要分享的彩蛋消息就是 我的第二本书即将在4月1号2021年上市咯 那这本书的书名呢 叫做启动远距工作 设计你的理想生活 那主要呢 是在讲远距工作上面的求职 还有工作的实战技巧 目前呢 已经开放预购 那新书上市的期间呢 也有79折的优惠折扣 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回到原文里面 找到更完整的书本资讯 而我也认为 Kuma真的是这本书最棒的代言人 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 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见面的次数大约不超过5次 其余的时间呢 我们都是一个人在台湾 一个人在美国这样做线上办公 所以如果你很好奇 真正的远距工作 究竟长什么样子 我相信呢 这一集能够带给你一些 不一样的观点 那这一集我们一样有录制 精简版的影片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 简短的干货 欢迎你呢 到左边茶水间的 YouTube上面收看 那如果呢 你想要看整理好的文字稿 以及刚才提到的书本资讯 欢迎你呢 在网址上输入 ZOEYK.CO斜线 左边茶水间远距工作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欢迎 今天的特别来宾 KUMA 今天非常非常开心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集 我们请到的这位KUMA呢 我相信有一些 左边茶水间的听众 一定知道也认识她 她是我们理想生活设计 这一年来非常重要的 一个左右手 也是我们Brain Your Life课程 里面的大家长 大班长 那今天为什么会特别 来做这一集 是因为KUMA 她即将从理想生活设计 这个团队毕业 那我觉得我也很想要利用 这个时机 就是好好的来访问一下KUMA 包含 这一年来远距工作的一些心得 她学到的一些Lessons 或者是她对于未来的想象 还有个人品牌 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心得变化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掌声来欢迎今天的 特别来宾KUMA 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KUMA 那大家会认识我 应该是 我是那个左边茶水间的助教 然后也是Brain Your Life课程的班长 就是处理张罗很多不同的事情 那如果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我 我会用创业 创业投资跟远距工作 那怎么说呢 就是其实我自己在 进到左边茶水间之前 在大学毕业之后 我是跟朋友先做了创业 那是跟旅行相关的创业 叫做盲旅 就是未知旅行 那创业两年多之后 我们迈出公司之后 我就进到创业投资 那就是所谓投资那些创业的金融单位 那也就是钱比较多的人 那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 就是因为创业跟创投 的确算是 在学术上我们会说 一个叫做sell side 就是卖ideidea的人 一个叫bu side 就是mineidea的人 那我觉得这的确是很不一样的观点 那在经过这两个 一样是创开头 创业创投之后呢 我就进到左边茶水间的 个人品牌跟远居工作 那乍看之下 就是你把这个放荡进拉远 你会觉得每一段的历程 好像都转变蛮不同的事情 但我觉得每一个转变 都是有原因的 跟每一个转变 其实都在生命中 变成一个逗号 到最后可能会变成 句号前面的一个小伏笔 接续在那个左边茶水间里面 我觉得我也放入了很多 我过去的经验 从左边茶水间毕业 我又会回到创业的cycle 所以我觉得这说不定是一个循环 我觉得我还是想要请你 就是描述一下 你那时候是在什么样的契机 就是接触到左边茶水间 我记得你好像有跟我说 你是听到一则有关 生活提案的podcast吗 在2019的6、7月那个时候 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左边茶水间 是我坐在一个咖啡厅 然后我正式对我的创投工作 提出离职 然后但是因为可能角色的问题 就是角色太重要了 所以就变成要花比较多时间 做交接这件事情 5、6月的时候确定谈定了 要离开这件事情 然后接续的半年 可能可以从工作4天 变工作3天 这样慢慢减少 然后直到年底才正式离开 那个时候对我来说 我就瞬间觉得我的世界 会从一周工作5、6天 变成工作3、4天的时候 我就很惶恐 所以我就开始在网络上找 那种远距工作啊 个人品牌啊 要不要开始写部落格啊 就你知道我是没办法停下来的 所以我就开始查这些东西 然后我就查到 Brain Your Life课程 然后我就试听了 Dream to Go的一集 然后订阅了左边茶水间 当下刷卡买了 Brain Your Life课程 你是在什么样的管道指导的啊 就是一个什么社团吗 或是你是怎么查到的 就是Google关键字搜寻 我觉得我应该是搜寻 例如说个人品牌 或是远距工作 然后就连到了 对诈赏之下是 我要开启远距工作 并同时经营个人品牌 就你知道 野心真的很大耶 就是永远都是 你知道要做这种事情 然后那时候 Brain Your Life课程的 正式开课日期 其实是2019年7月1号 那段时间 我有开始在上课 可是可能还就是 上得有点零零散散的 然后好像是第二十几集吧 有一集叫做 生活level up的 十个生活提案 就是例如说 你要建立早晨一室啊 晚安一室啊 跟你有兴趣的朋友聊天啊 之类的 然后我就有点 也不是说一头栽劲 但是我就会开始觉得 这方面的思考 或这方面的经营生活 其实是一件很迷人的事情 那当然这个乍看之下 很迷人的这些方法 要怎么应用在生活中 我觉得就是 就是在慢慢练习 然后你就一边交接 一边做自己的事情 一边上课 是为什么你后来会想要来应征 或者是挑战这份职权呢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刚刚说 大前提是我嫌不下来嘛 对我来说 我好像我的人生 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所谓的空白 我必须承认 那时候一开始找 远距工作的时候 单纯是想要找所谓的兼职 就是我可以在一周工作三天的同时 去做的其他事情 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 我有去找过一些什么 负责那种AI tech AI人工标注的工作 它好像是一个远端跨国 就是总公司在荷兰或哪里吧 然后你就要看他们的 还有这种事啊 对你要看他们的资料 然后帮他们标注 那个AI的情况 那我同时也去看了很多咖啡厅的那种 兼职打工的机会 那同时之间呢 我有看到Zoe这边开了远距工作的职缺 所以其实好像是 综合这所有的考量下 我先申请了这份工作 然后因此意外的开始开展 跟Zoe大概快要一年半的合作机会 所以其实也是蛮有趣的缘分 就从那个咖啡厅 开始查到第一个Brain of Life的资讯 然后到成为学生到 因为Zoe一开始的招募资讯 是率先发给Brain of Life的学生嘛 这种机会都是 你要先进去那个圈圈 才有可能得到相关的资讯 就是蛮多事情都是这样子 所以也因此而得到这个管道跟资讯 才开启了这个缘分 但是我在这边不禁想要问你一下 你觉得那时候的你 这么闲不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有很认真思考出了这个问题 甚至我觉得我到现在 也不一定找得到解答 我觉得我是一个 相对容易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的人 可能是因为我工作的能力是蛮好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的工作 我一来我自己做完 我会甚至我会半夜起来 看一下我做的报告 然后内心说做得真好 然后同时之间 别人对我的赏识度 其实也蛮高的 就是好像做出来的东西都很完整 然后我觉得有可能是我太依赖于 透过这种的成就感生活着 所以我会一直很去追求说 我不可以瞬间没有这样子的成就感 或是换一个角度想 就是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 我是一个很 也不是说骄傲 但是我就是例如说 风风光光的毕业之后就创业 创业之后就进金融创业投资单位 金融创业投资单位之后 要做什么 我就觉得不可以往下掉 就你知道这个指数要是往上成长的 不可以往下掉 所以我可能内心就会充满了这种压力 甚至那时候我会提出所谓的 边旅行边工作可能也不一定是我真的很想去旅行 只是单纯是一个good excuse 跟大家说 诶创业之后我就去旅行了 这听起来多合理 像这样子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是有这个状况 但是这个状况 某种程度在现在好像也还是悬而未解的 就因为代表我现在我从远距工作 又跳回一番心虫的工作了嘛 然后的确又有点没日没夜的忙碌着 那这些事情会被解决 好像也不一定会被解决 对但是我觉得有慢慢观察出我的一些特质 嗯你知道你跟我在struggle的问题很像 但我觉得我现在稍微有好一点 有一个心理学家 马丁 马丁塞利格曼 他分享过幸福的要素 幸福的理论 然后他就是 呃分享说 在幸福中呢 呃让我们真正快乐的元素有 第一个是积极情绪 嗯 然后第二个是engage 就是全心投入 然后再来是人际关系 再来是呃有意义跟目的的 然后还有成就感 所以就是这这几件事情构成的 然后我其实蛮早就有发现 我的生活中的 就是让我感受到幸福的五元素里面 成就也占很大的元素 也就是说我相信在做有意义的事情或全心全意投入一件事情也可以让我感受到很快乐 可是你知道那种百分比吗 成就可能就占了百分之五十 然后其他的剩下一半给四个平分这样子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是可以在工作中感觉很开心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工作的人 呃我也是那种就是早上起床 我会太棒了我今天要做的工作有什么什么就很开心要去工作 但是呢我先生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不是说他不热爱自己的工作 他也很喜欢自己的工作 可是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他的成就感这一块的占比比较少 嗯 他反而是人际关系跟可能engage全心投入一件事情的占比比较高 嗯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我现在跟我先生在一起之后 我有比较呃减少那种没有工作的焦虑感 嗯就是我以前也像你一样没有事情做我一定也会找事情做 然后我会找到一个可以让我感受到成就感的事情 例如我从以前可能就会写文章 嗯或者是偶尔我也会喜欢出去拍拍照啊 或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就一定要有成就一定要有产出这样子 然后我在我先生身上看到就是他可以没有任何产出 然后还是过得很开心 就是他可以就在就在沙发上面 然后看看他喜欢的漫画 然后就在咪咪咪咪咪这样子笑着 然后他就觉得今天很快乐 可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事情 然后这就是像我们这种工作狂 我们就非常羡慕那些 他可能会帮自己产生快乐 然后生活看起来无忧无虑的人 但是同时之间呢我也有收到类似那样子的朋友 很认真看着我说我好羡慕你的工作能力很强 所以就是就你知道 因为对我来说我就非常羡慕周语的先生 我好希望我自己也可以 躺在沙发上看漫画就可以咪咪咪咪的笑 但是我又不行我都这样 但是我觉得很好笑的事情是 我先生我看我先生 然后我都会觉得说 你怎么每天就只知道玩 我就用这种态度看着他 然后他看着我呢就会说 你怎么每天就只知道工作 用这个反面的态度看着我 可是他说的也没错 真的 就是我其实常常在他身上看到 他会讲一些话 就是你这怎么只知道工作 然后我也会说不出话来 也没有办法反驳 真的 就是你会觉得 嗯他说的虽然讨人厌 但还是有道理 真的 那你会不会觉得 因为你现在其实过 我们做一起合作也超过一年半的时间 我还蛮好奇你当初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对这份工作的想象是什么 以及一年之后 你有没有什么反差的心体 对这份工作的想象 我觉得是如同百分之七八十人 对远距工作的想象 我认为我会在七八点钟一样起床 然后我会在电脑前面的早上 花四个小时把我今天工作做完 在下午一点的时候 我就快乐的合上电脑 然后我就把我的下午花在去咖啡厅 去看美术馆的展览上 或是原本想象边旅行边工作 我下午就出去玩乐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开始做一些 跟个人品牌经营相关的事情 然后维持一个规律的运动 规律的生活 规律的作息 这是原本想象中远距工作的生活 说得这么精彩 那大家就知道 实际开始远距工作的生活 就跟这个完全不一样 我可以先把我的运距工作 拆解成几个段落 但2020年1月 如果算是full time的方式 做这件事情的话 1到3月真的是 我用刚刚这个形容词来形容 真的是因为刚好那时候 因为我们老家 有时候会回香港 因为我爸爸家在香港 所以2月那时候 我去了一趟香港 然后我又去了一趟印度 那真的边旅行边工作 真的很disaster 就是很毁灭性 例如说 我会在印度的街头 就在那个巴士上 打开我的Mac 然后接我自己手机的网路 要赶快上传一个东西 因为我知道来不及了 这很明显 这来自于所谓的 当你还不熟悉 什么叫做提前安排好 这件事情 也就必须要在路边的 马路街头做这件事 那可能印度网路又非常差 我相信Zo也是有经验的 就是我真的用到 真的快把电脑一拳吹爆 就是很神奇 或是出国的时候 就是你的作息整个会大乱 就被你根本没有固定的时间工作 这些事情 然后甚至回来那段时间 我的生活作息就很乱 因为你知道刚睡一回来 你就会那种下午三四点才起床 然后起床之后你会玩一玩 你觉得你自己还有时间 然后到晚上七八点才开始做 然后做到凌晨两点 隔天又是重复的作息 所以我一到三月可能因为刚好 真的尝试所谓边旅行边工作 然后你发现其实没有那么理想 就是你真的把工作带去旅行 没那么理想 之余你的生活作息也很乱 然后对我来说就是每天有大把的时间 但我的事情永远做不完 就是even周围的工作 一天五个小时内 我还是永远做不完 四五六月我就觉得这样真的不行了 然后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 因为我后来就发现 其实我好像是一个比我自己 想象中更需要所谓的框架的人 就我以为我不喜欢框架 但其实我很需要框架 不然我没有那个自律去做所有的事情 就开始不断塞一些奇怪的行程 例如说我就会抱什么佛朗明歌舞 然后是在平日下午班 就是我一定要先逼自己出门 然后做一些事情 就是当我中午有一个行程 下午有一个行程的时候 中间的三个小时 可能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高校工作时间 但是如果没有头跟尾的 就是这个时间戳压在那边 我就会像一坨酱糊 就是 我就会摊在沙发上 就是像这样的状况 然后所以四到五月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同时之间 我后来发现我是一个 也不是我很需要同事感 或是那种朋友感 然后如果我都一个人去咖啡厅 其实我会非常的孤单 甚至我都觉得我没有跟人类说到话 虽然我有点餐什么什么 但我就觉得一直都很孤单的感觉 所以四到六月那段时间 我就开始去共同工作空间工作 那那段时间的感觉 基本上你去那边工作 也是很多其他独立工作者 所以至少你会有 诶上班咯 然后就是你走的时候 诶还没下班吗 稍微聊一聊 我都觉得生活比较开心 然后直到六月之后 我觉得有稍微好转一些 但我好像就始终感受出来 远距工作不会是一个我的永远的状态的感觉 你就觉得它好像是一个暂时性的这件事情 就是你好像对于这样子的生活步调跟tempo 不认为是一个长久做这件事情 而是短暂的 所以我才会开始去构思说 是不是我要去重新开始规划我的下一份工作形态 那可能那份工作形态就不再是远距工作的形式 就是其实每一个经历都会让你 例如说你就会很清楚知道 你自己不喜欢哪三个东西 跟你喜欢哪两个东西 所以下一次有点像那种 一个数学什么3A1B的那种 一个数学题目 就是你慢慢的会越来越知道 你喜欢这些 你不喜欢这些 那在下一份工作中 也不可能永远可以把所有喜欢的东西都聚在一起 所以某种程度上是 慢慢的找出自己很喜欢的元素 然后逐渐拼凑出一个事业或是一个生活 那这个组合是大多是你喜欢的 跟小部分你可以忍受的不喜欢 我觉得最后的生活是长这个样子 因为不可能有人的生活是没有烦恼的 那在这份工作上面 我还蛮想知道有没有什么让你很大开眼界 或者那种出乎意料啊 或甚至是什么学到很多的地方 为什么是这些地方呢 我觉得这份工作让我学到比较多的地方有两个 那第一个我觉得是蛮实物上的 接触到非常多各种千奇百样的个人品牌的生态系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玩的 不论是我们这边自己写出来的文章 看到的书或是做出的podcast 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强迫吸收心知的地方 这件事情 那跟我们的brain your life的学生交流解除 我也觉得我认识了一些很棒很棒的人 那他们很认真想把某些事情做好 那对我来说就是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切点 重新看这个所谓的创业创投新创生态系的这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有一点听起来很像拍马屁 但是我觉得可以跟就跟Zoe本人工作会让我学到很多 那学到很多不外乎是乍看之下 大家会觉得Zoe看起来好像非常有效率 然后把自己生活规划的井然有序什么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这个第一线跟Zoe这边工作的 我自己也会感觉到这件事 例如说就是有办法三个月之前就把所有的排程做好 或是我们早上讲的一件事情 明明是一个一个月后的专爱 他就会在隔天说我把网站做好了 我就会你怎么能做到这么快把这件事情完成 或是我们可能下一个月有一个课程 他说我去年11月收到这个课程的时候 我就把它做完了 然后我都会解够我的大脑 但是我觉得有点像是所谓的成长心态 就是其实我相信两个人的合作之间 是需要花很多力气去调整的 这件事情不论是在工作上 职场上或甚至在感情上都是 然后如果自己是具备那种成长心态 或是甚至其实我一开始跟Zoe之间配合 我觉得双方都花了蛮多时间磨合 但这个磨合可以越磨越好 我觉得有一半是来自于心态的问题 那我觉得很过瘾的一件事情是 你同时跟类似的特质的人一起工作或一起生活 其实会让你的步调跟个性变得积极很多 就是也不是说我以前不积极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知道跟你 我觉得可能相辅相成吧 有点像是我跟Zoe可能本身都是很积极的人 只是我们积极的方式个性或做事风格不太一样 那当我们两个一起工作的时候 我从Zoe身上学到很多 然后我假想Zoe应该也会感觉出一些 我的工作方式跟什么 然后可以吸收起来 对对变成自己的一些心养分 所以我觉得这种找到跟自己很雷同个性 然后一样是成长型 个性的人工作是一件非常爽快的事情 对我来说 谢谢你的分享 我觉得蛮开心听到你说 就是这一年来你的一些学习跟看到的事物 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 跟你工作我觉得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些工作太芝麻小事 就是我一直很担心说 会不会很无聊啊 就是毕竟你可能以前自己有创业过 然后你也在创投工作过 那我们现在很多事情 有的时候你确实像你说的 你需要站在第一线去 就是我们会有生气的学生 我们会有无理的厂商 我们可能也会 但是我们可能也会有非常nice 非常sweet的听众 就是各式各样第一线的去 有点像是客服的角色 站在品牌端去跟他们服务 或者是跟他们打交道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 我一直在想说 我不太知道 到底你能不能够从中得到成就感 就是我就会一直可能会用 每个月的对谈啊 或者是每三个月 还是每六个月会有一次的review 就会问说 你有没有satisfy 这份工作有没有satisfy你 有 我必须说一下 音乐之后也好像是在每六个月 就是满六个月满一年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就是review 那那个review里面就会有说 这份工作对你来说 是足够挑战的吗 那如果是的话 是什么地方足够挑战 如果不是 你会希望挑战什么 然后就会想思考 要怎么把这件事情 放进之后的规划里面 所以我觉得 很享受在这个过程里啦 就是因为我会觉得 这是一个双方都尝试 要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的过程 就是很棒 本集节目是由 喜马拉雅赞助播出 那这是一个包含podcast 线上课程 还有有声书的学习平台 只要你成为VIP会员 就可以无限畅听所有内容 那我最近呢 也正在听 喜马拉雅的有声书 经历管理手册 它是一本含金量很高 也是现阶段的 我很感兴趣的书籍 那喜马拉雅最吸引我的地方呢 就是他们找来很多世界级的大师 像是Elon Musk Tim Faris等人 都有亲自的录制音频课程 那最棒的地方 就是喜马拉雅很贴心的 还把这些课程翻译成中文版本 那我这里当然呢 也帮左边茶水间的听众 争取倒数 与你的优惠折扣 只要你在网址上输入 ZOEYK.CO HIMALAYA 你就可以进到申请页面 并且呢 输入我的专属优惠折扣码 ZOEY30 数字3跟0 你就可以免费享有30天的试用权限 把握机会赶快去使用这个优惠折扣码吧 那在刚才你分享 就是那些你学到的地方之中 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软硬技能 是你现在的你回头看 你会觉得说 诶我真的进步了 我真的在这一块进步了 例如说 我相信听众可能都会非常想知道 时间管理有没有进步呢 或者是其他部分有没有进步呢 先说时间管理这件事情的话 就是我后来发觉 对我自己最好的时间管理方式 叫做填压法 这是一个非常old school的方法 就是我 例如说那时候 我就会帮自己安排 中午一定要某个行程 然后下午一定要某个行程 这样我才会使用中间的三个小时 那某种程度上来说 例如说我跟ZOEY 要做某个专案的时候 我知道我的个性 可能没有办法像ZOEY 就你知道 循序接近安排进度 把这件事情完成 那我可能就会用狗鸡跳墙法 例如说 我会在 这个中间跟ZOEY 约三次开会 然后我就会说 这个开会 我会update到什么东西 那通常的情况下 就是我会在开会之前的 前一点 啊 你把这件事情做完 然后 然后他就出来了 他就完成了30% 然后已经60跟90 那我觉得 那我觉得这其实某种程度上 可能是 如果是跟我同样类型的人 可以尝试看看的 我叫他就是 番茄酱工作法 不是番茄 就是番茄酱 番茄酱是 就是你知道 你最后需要抖一下 他就啪啪喷出来 就前面49分钟 你都不知道在干嘛 最后11分钟 你完成了什么事情 好有画面 这网路上的笑话 这叫番茄酱工作法 要抖一下 所以后来我用这个形式之后 我觉得比较能掌控自己 在一定的时间内 完成一定的事情 所以像现在 我也会刻意跟别人提早约 或是怎么样 就只要你知道 把这个责任义务一规划出来 我就会有那种 必须要在时间之前 把这件事做完的感觉 那后来 我觉得自己的硬实力提升最多的 其实会是线上行销逻辑 因为其实不论是在 个人品牌的经营 或是什么上面 其实是一个 你知道有时候 解答学员的问题啊 或什么 这其实都是一个 很快速的QA问答 所以某种程度上 不论是Zoe在做直播的时候 我听到Zoe怎么去回答 这些问题 跟我必须要回答学员的时候 我必须要自己去 瞬间学习到这些东西 然后转成一个 适合的方式表达出来 然后我就觉得 在个人品牌 跟行销漏斗 或行销理论 甚至到我观察Zoe 要怎么去做一个 线上课程的销售上 这个行销的硬实力部分 我觉得我学到蛮多的 那软实力学到比较多的 我觉得会是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这可能是软硬实力各一半 就是我觉得原本来说 我就是一个讲事情 会喜欢把它讲清楚的人 所谓讲事情讲清楚是 例如说我要问Zoe 我们要不要接某本书的 Podcast的合作 我本来就不会说 Zoe我们要接这本书的合作吗 我本来就会是讲得很清楚 就例如说哪一本出版社 邀请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这本书的切点是什么 我觉得它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跟结论 就原本我已经是一个 很习惯把事情讲清楚的人 那我发现这件事情在远距工作 尤其有时差的远距工作上 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为在如果正常的作息下 其实我跟Zoe不太会有重叠的时间 就是变成我如果把这些讯息 全部都一个一个打给Zoe 我睡觉之后是Zoe起床 那她就会回答我的一个一个问题 那我就会发现 如果那个问题 我真的还是少讲了几个关键字 就是我提前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导致Zoe会说 那你可不可以再帮我 问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我们再来做决定 这件事情就会在延迟 24个小时之后被推进 就是我传给讯息Zoe一次之后呢 下一次Zoe再解答 是24小时之后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压力 让我更会去留意 是不是我真的po出来的 每件事情都是最完整的状态 因为我目标就是立志 可以一次来回就把这件事情搞定 不会在那边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那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这是远距协作能力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甚至到很多事情 文字沟通已经不能说明够清楚了 所以就会有什么线上协作表单 或是透过email的什么什么栏位 去表达某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相对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远距的硬的实力 那还有一个软实力的部分是 其实我本来就知道我自己蛮擅长 跟别人对话这件事 但其实在Zoe的助理这个position上面 我们会需要应对厂商 我们会需要应对学生 我们会需要应对听众 那我们会需要应对其他的个人品牌 所以我觉得算是蛮八面玲珑的一个位置 然后怎么去用Zoe的小分身的角色 最适切的方式去跟每一个人沟通 这其实是我在过程中慢慢学习的 然后我也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 但每一次我就会跟Zoe说 虽然可能写这封信的时候 它对我来说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但我就会去观察 例如说我写了七点我想要问对方的事情 然后对方就花了七天才回这封信 下次我就知道 你不可以一口气问那么多问题 你只能问三个问题 然后目标是希望让对方 不会觉得那封信太难回 所以拖很久才恢复 就是每一次的信件来往当中 沟通这件事情都是可以一直被优化的 就是没有优化到最好 只有持续优化的这条路 那我觉得沟通这件事情 也是我学到蛮多的软实力 或是你很需要的一件事情 那在这些事情上面 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你觉得 就直到现在你还是觉得 很难克服 或者是你曾经有尝试过要克服 最后却发现 好像还没有太确切的解决方式呢 可能有时候 Zoe的个人品牌是在讲 跟自我成长远距工作 理想生活相关的嘛 所以某种程度上有时候你就会收到一些来信 是充满情绪的 那那个情绪有些是很低潮 有些是很高亢 的同时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相对同理心的人 所以有时候我会变成我回这封信 我会有点陷入那个情绪 就例如说看到一封很悲伤的信 我也会变得很悲伤 看到一封很焦虑的信 我也会变得很焦虑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被克服 跟需要去学习怎么克服的 所以到后期某种程度上 我非常风靡心理学 的原因就是心理智商师 他们其实某种程度上 也是同理感很重的 那他们要学习的第一个课就是 怎么设立跟别人之间的界限 就是我可以理解你的情绪 但我不需要让那个情绪 影响到自己 碰触到我 或是我要让那个情绪穿过我 就是他可以过来 但是他要离开 那我觉得这些是 在过程中我的学习 但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有这样的学习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是怎么去设定界限的 我觉得这个工作 真的还蛮困难的 它需要抗压性还蛮高的 然后我最近学到了一个新的词 这个词呢叫做顿感力 其实它就是高明族的反义词 然后我自己看完那本书之后 我就觉得我好像存在着一种顿感力 可能是因为我是土象星座吧 所以就是很多事情就发生在我眼前 我可能就不会想到 不会那么直觉的感受到说 它对我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不一定是远距工作 才会接触到的工作 应该说很多像是客服类的工作 你就是第一线接触到 非常生气的客宿 但是我觉得这个顿感力 或许会是面对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们需要开始来加强的一个能力 就是能不能够感受到 但是让它pass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 穿过的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你也不可能说感受不到吧 就是你也不能说 哦我不理解你为什么生气 就我们的农家产品很好啊 就你也不能这样子讲嘛 所以你一定要让它穿过 但是你要就是目送它 慢走不送 就是要非常爽快的来做到这件事情 你会觉得直到现在 它还是对你而言是稍微有挑战的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 有挑战的 不过这是一个 有点像是这是一个个人品牌 里面我也学到一个很重要的词 就是很多时候当你意识到你有这样子的状况 是解决这件事情的第一步 或是有时候你没办法解决它 但是你只要察觉你有这样的状况 就例如说当我发觉 我又快要jump into那个情绪里面了 我可能就会先抽离一下 或是先怎么样 就是你就算没办法解决它 只要你能发觉你有这样的状况 你就可以慢慢的去感受 因为我相信这就是所谓的高敏感的特质 我会下意识的选择一些 就是绕路 就是当我发觉我快要走进那个情绪里 我可能会绕开 就是一个本能的反应 但是我觉得 好像也还在过程当中 也没有说我毕业了或怎么样 那总结一下上面你说的 就是对远距工作的体悟啊 还有你这一年学到的东西 你对于谁适合来做远距工作 有没有不一样的看法了 我觉得我自己针对这一题 我的想法有一点像回到说 很多事情要亲自体验了 才知道喜欢或不喜欢 所以很多时候 例如说我们收到来信 提到好想要尝试远距工作之类的想法 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会觉得 就算没办法找到所谓 full time的远距工作 如果可以帮自己创造一小段几个月的 远距的一个兼职 或是一个task 其实某种程度上 就可以开始慢慢感受出 自己喜不喜欢这件事情 那我自己乍看之下就是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 相对需要与人接触的人 那这个我相信这个特质会发生在 如果你很喜欢花很多时间 跟朋友聚会 或是所谓的爱之语 就是有五个爱之语的那个测验嘛 就是 five languages of love 那如果你的所谓的 physical touch 是很高的 which就是你 那我觉得 会很需要所谓团队一起做某件事情的感觉 然后甚至你喜欢领导一个团队 或是加入一个团队一起去做某件事 那这件事情会给你很大的动力 跟让你不断去反省 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乍看之下是 如果你是相对需要这种与人接触 大量团队合作 当然远距工作还是可以团队合作 但的确就少了所谓的那种 坐在你旁边一起去赶一个 deadline的那种 那种 革命感 我会觉得或许没有到那么适合 对对 但是我内心是鼓励所有人 都还是可以去尝试一次 才会知道你自己喜欢或不喜欢 例如说像远距工作里 我一定会有一些结论是 原来我比我自己想象的更喜欢有实际工作 同事的这件事 那在下一份工作里面 我还是有时候可能会对同事的一些行为 泛白眼 但是我会知道 其实整体来说我是喜欢这个状况 我要的只是解决 而不是说啊 我觉得同事很讨厌 我不要同事 就是好像所有事情是自己体验过之后 你就更能接触跟理解 就是同样一件事情在发生的时候 你的感觉 讲到这边 我觉得可能也不免俗的 请你跟听众分享一下 你自己未来下一步的规划 虽然我们之后 Kuma的角色有点像是从左边茶水间毕业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想法 就是未来你可以回来啊 或者是就帮忙一些case by case 或者是变成有点像是顾问的形式 就是我有问题的话 我就会说 Kuma我应该要怎么做 这件事情我应该要怎么办 这样子的一个顾问角色 所以虽然有点是庆祝Kuma毕业 但是也想要请你分享一下 你未来会想要做个人品牌吗 还是你有什么其他想要做的事情呢 我可以先说一下的话 就是目前我算是回到一个 大概二三十人公司规模的新创 那个时候我自己内心带的期待是 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号召的感觉是 总有一天我想要自己回来再次创业 然后这一次创业 我想要创一个二三十人公司的团队 就是我有这个很强烈的号召 但它是一个很远大的梦想嘛 就是很遥远 这就是Dream to Go里面设计思考的第一步 当我们无法谈定未来多远 或是这件事情要怎么达成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它解构 所以就是你把它解构成中期目标或短期目标 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有点像是执行长助理 就是你会用很多执行长的视角 知道他要面临的一些难处 跟他做出的一些决定 这些决定可能带来了乍看之下的一些伤害 但可能对整个组织是更好的 像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我就想说再离开这个下一段经验的时候 我是很清楚可以找出是否要 就是yes or no 就是做一个二十人公司的创业 那说不定我觉得 从这个视角观察之后老板太苦了 我就不要 再也不要创业了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我下一个大人生目标会是 想要尝试往创业方向走 那短期目标就会是先决定yes or no这件事 那同时之间呢 就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个人品牌 叫做Kuma写日记 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经过这一段远距工作 跟经过这一段在远距工作中 一半一半时间经营个人品牌的经验 我发觉个人品牌治愈我真的很像是日记 就是我是有分享的欲望的 但是我的人生我也不知道它下一步会哪 就是我会先创业再创头 照远距工作 然后现在又回来创业 所以我觉得这个个人品牌 好像比较难定位成 例如说专门分享远距工作的一个品牌 我是专门分享创业的一个品牌 所以我才会再思考说 那我把它定位成日记 然后它纯粹是记录我在这一道旅程上面 我的感觉跟想法 那个人品牌治愈我 我的目标也很单纯 就是我也不是期待说个人品牌 有一天可以变成我的线上个人事业 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也是 在跟Zoey的这段工作里面 我感受出来的一件事情 就我发现其实相对于线上的网络事业 我更喜欢实体的就是卖步啊 什么什么的一个创业 实体的创业这件事 所以它应该就会成为我的一个 心情抒发空间 然后立志看可不可以 一年帮自己争取两三次 对外演讲的机会 我就会很开心 我觉得在Brain & Light课程当助教的时候 蛮多人都很期待个人品牌 是以盈利为终点的 就是他好希望个人品牌 真的可以变成一个 他自己唯一的事业 他可以因此而展开远距的生活啊 之类的 那我觉得这当然没有不好 只是说不定我们可以回来解构 就是因为个人品牌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就是它也可以是你的线上数位名片的概念 就合作问题的 我真的背很熟 这类的东西 它也可以是就像日记单纯心情抒发 所以个人品牌有点像工具 你就自己你想要怎么使用 那对我来说 我很明显我感受出来 我喜欢的事情是 买手在工作里面嘛 那在这个买手在工作里面的同时 个人品牌会是我自己非常好的 的抒发管道 我觉得这是我的想法 对于接续的生活啦 谢谢Kuma的分享 其实我非常喜欢你这一段的分享 因为我觉得个人品牌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投资的管道 它有的时候也会有变现嘛 也会有获利 可是更多时候投资回来的回馈 是你自己的个人成长 但我觉得很多人会忽略了这一面 就是他可能来买个人品牌的课程 就会觉得说 我就是要成为一个个人品牌的创业家 一定要变现 所以我其实非常喜欢你的分享 尤其你又是就是我的左右手 Kuma就是在课程里面扮演着 就是所有学生都知道她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是Kuma 就大家都已经知道她是谁了 所以我其实还蛮开心 可以听到你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我绝对不想要 用个人品牌合理化一切 这是我的工作没错 然后如果说我持续的讲这件事情 我也会赚更多钱 就是总的来说都是好的 都是有利于行销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其实并不觉得 你的理想生活一定要存在个人品牌 一定要存在远距工作 虽然我总是这么说 可是我真的不觉得 所以我其实非常开心 Kuma今天可以做这样的分享 就是她试过个人品牌 她现在有不一样的想法 然后她也试过远距工作 她也有不一样的想法 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想生活 绝对都不是透过 我地点自由了 我空间自由了 我就可以开心快乐 或者我财富自由了 我就开心快乐 我觉得在Kuma身上 我确实看到一个蛮不典型的例子 所以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可以由你来跟左边茶水间的听众做 这么直接的分享 我觉得我自己 因为我很明显 我的一大部分工作内容 是分享左边茶水间给更多人知道 那那时候只要有任何听众来信 询问到说 个人品牌真的是可以解决我现在的状况吗 我绝对会回应她说 个人品牌是一个工具 那你看你要怎么去使用这个工具 那很多时候我们要衡量很多状况 你才会知道这一步 到底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吗 就是设计思考 你要先定义问题 你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 那我觉得严格来说 在理想生活里面 空间上的更自由 跟地点上的更自由 时间上的更自由 绝对有助于更理想的生活 因为像我现在又回到公司的体制 甚至是我早上八点半想去寄一个挂号 不行因为我八点半就要上班了 然后那个挂号必须在十二点之前被寄出 就等不到午休 就我还是会遇到一些像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 啊好希望自己是远距工作啊 但是我想表达的事情是 我觉得 那草莉这边很认识在分享的所谓远距工作 或所谓的个人品牌 他们都是达到一种更自由的工作 更自由的地点 更自由时间的其中一种方法 如果你可以用其他方式 一样达成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一样是达成理想生活的概念 就假设我之后是真的是自己开公司 当老板 那虽然老板没有在下班的 就你知道老板永远在上班中 但老板的时间跟地点可能就变自由了 那我觉得也不会说这样子就不是理想生活 而是它只是你的style的理想生活 非常谢谢Kuma的分享 我现在想要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认为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呢 好难哦 就是总算等到这一天上了 准备插成一件podcast回答这一题 我觉得在回答这题之前 我还是想要先借这个机会 因为严格来说 它算是一个小小的 我自己在左边茶水间的毕业典礼嘛 那我觉得不论是认识Brain Your Life的学生 或是左边茶水间的听众 对我来说其实都是很棒的input 因为我就会认识了这些很棒跟很努力的人 所以我也会更有动力去做下一件事情 那想先借着这个小小的毕业典礼的时刻 就是也很感谢这一路就是很帮助我的人 就是因为其实任何一个来来回回的对话 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 我觉得双方都是很有善的情况下 才能开启很多合作或是讨论的 那就虽然我即将要毕业 但是我也promise就是我永远会在这个社群里面 很活跃的出现 所以还是很期待接续跟所有人的保持联络 那同时之间呢 如果要说我自己的理想生活的话 我必须承认我觉得我的理想生活是还在寻找中的 就是我现在还在那个不要的阶段 就是我知道这个不要那个不要 但是你说我找出来了吗 我觉得好像还没 但是我觉得我的理想生活是 在还没有找出理想生活之前 我可以永远保持寻找理想生活的动力 那我觉得维持这个状态对我来说 就是现在的任务跟现在的理想生活 这有点像是我之前有分享 我看了那个灵魂集转弯 它里面不是有一段小故事在说小鱼跟老鱼 有一只小鱼游到老鱼身边对它说 不好意思我正在找一个地方叫海洋 你知道要怎么去吗 然后老鱼就跟它说 我们已经在大海里面了呀 但是小鱼反驳说 这个只是水呀 我要找的是海洋 人生有很多课题是 我们能不能够不要将目光投射在海洋 而是非常清楚的知道 此时此刻的自己就是已经 敞扬在其中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种人生哲学 我觉得我还是那个小鱼 不是在说自己年轻 但是就是我觉得我还在 我想要什么什么 我觉得现在怎么怎么样 but什么什么 就是我还在这样子的巨型里 但是说不定这样的巨型也不是一件坏事 就是我们会需要一些事情 我们才能变成那个老鱼 我们需要慢慢成长 这一年2021 我给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就是察觉到我现在敞扬在海洋中 它的确有困难 但是它也可以从生活中慢慢的去感受 就像是我形容一个画面 我前几天呢 那天天气不太好 但是我一起床的时候我心情很好 就想说那我今天来化个妆 蛮少化妆的开心 我就化完妆 然后我也打扮哦 也没有要去哪 但是我就想说我就穿 今天心情好 穿漂亮一点 然后呢 我就想要从我家走到办公室 这大概走入三分钟的距离 我就一打开门 就是打开门的瞬间呢 就吓很大的 就这样开始吓吓吓吓吓吓吓 然后我就这样打开门 然后就关起来 我就决定不出门了 我就想说 今天在家工作 然后我一关上门之后呢 我马上就察觉到 这一刻是我的理想生活 这是我十年前 招丝目想的权利 我懂你的意思 去选择我今天想要在哪里工作 可是它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然后我关上门之后 我就开始在那边 就像我先生一样 咯咯咯的在那边笑 我想说 哇我现在的生活好理想哦 说可以不去就不出门 我完全可以 可以懂那个意思 因为其实现在 换到新工作这边 我也是搬到新竹 就是搬离 原本熟悉的台北到新竹 跟这我一开始一样啦 就是第一次跟别人 一起住同居的生活 那你知道有时候 因为其实我之前 一直都没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房间 或是你可以打理一个空间 变成你自己的理想的样子 所以前几天回到家 然后我把脏衣服放进里面 然后把洗衣机打开 然后我就放那个音乐 就是我选了一些爵士音乐 然后一边洗衣机再转 然后一边放的音乐 然后一边帮自己煮一个汤面 之类的一般晚餐 灯开的暗暗的 然后就自己在那边 做这些事情 我有时候就会觉得 好像这是一个 很幸福的状态 虽然我觉得好像可以更好 但现在好像已经很棒了 就是有这种一瞬间的感觉 那你当然会觉得 这一定是一个进行中的状态 就一定它还是会在演变 但能感受出 几个当下是很棒 很影响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非常谢谢库玛的分享 我们一定会保持联系 或者我们变成私底下 有更多的交流的朋友 对 那我也祝福你未来 一切顺利 常常回家 常常回来 没问题 没问题 我现在看到那个文章 我还是会留言的 谢谢你 库玛 今天我跟你聊得 非常的开心 我相信 左边茶水间的听众 还有Brenner Life的学生 也都会非常的想念你 没问题 我觉得这里永远都会是一个 我内心漂泊的地方的时候 可以回来问问题的地方 今天的重点整理 一 Kuma说 自己一年前加入这个团队时 对远居工作的想象非常美好 觉得时间地点都很自由 生活呢 也能够更自主的安排 然而呢 他才发现这样的生活形态 需要有极大的自律 也需要研发出一些 适合自己的工作法则 才得以呢 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生存 例如说呢 他就会利用像是 甜压法 番茄酱工作法 等时间管理的方式 然后也会在 没有伙伴的情况下 主动地到coworking space 来营造那种仪式感 还有工作感 对Kuma来说呢 他发现 有框架的生活 反而更能够让他知道 要怎么样去发挥 那这些事情或许都是 在还没有开始尝试 远距工作之前的他 没有办法发现的特质 二 Kuma提到 这一年来在工作上面 最棒的学习 就是能够站在最前线 去体会个人品牌创作者 这个八面玲珑的角色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发现沟通的技巧 永远都不会有完美了 或者是不用再进步的一天 反而是在每一次的 远距沟通和写作中 都能够看见 可以更好的地方 除此之外呢 他也发现 跟成长性思维的人一起工作 你的人格也会变得积极很多 也许有些人的个性 他天生比较积极 或者是比较消极 但是呢 我也相信 如果你想要自己进步的更快 你可以先去问问看 自己最长花时间 跟谁相处在一起 然后呢 你再来思考 能不能去调整更换 或者是持续这样的交友权 让你可以活得更正想 更开心 三 最后 库马分享 他发现自己虽然呢 有创作的欲望 但还是想要将个人品牌 当作自己的日记 来抒发心情 而我也认为 我虽然常常在说 怎么样去靠个人品牌 获利变现 但是回过头来 如果说你真的能够找到一份 你非常喜欢的工作 或者是很喜欢的生活 那用自媒体记录这份愉悦 或许呢 比用个人品牌来创业 是一件更美好的事情 我觉得远距工作也好 个人品牌也好 它都只是 理想生活设计中的 其中一种工具 它就有点像是金钱 金钱也是一种 让生活更理想的工具 但如果说你能够像是和尚 或者是僧人一样 在深山里面 享受着独居的森林生活 然后你可以活得 名利淡薄 并且自得其乐 那你或许就不用金钱 这个工具 因为你会需要 用金钱来换取的东西 其实你都拥有了 那你就不是非得 要拥有这项工具 才能够成就你的快乐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 今天这一集呢 比较像是两个朋友的闲聊 小催泪小温馨 它或许不是干货 很多或者是很有重点的一集 但我觉得呢 这一集对我而言 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纪念品 它也记录着我这三年来的重要里程碑 希望呢 你会喜欢今天这一集的特别企划 那现在呢 我要来阅读我们今天的听众留言 今天的听众是 心为谢 他在2020的2月17号流说 只能给五颗星 好令人舒服的声音 感觉获得了疗愈与救赎 非常感谢欣慰的留言 如果说呢 你听完这一集的节目 也觉得有获得疗愈 或者呢 有得到一些启发 我也想要麻烦你 拜托呢 帮我到iTunes Store上面 打新评分 并且留言 如果说呢 你可以把这个节目 分享给越多人 我们的节目呢 就越有机会被其他人听见 也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要怎么样去设计 他的理想生活 也忘了订阅这个节目 并且加入我们的脸书 私密社团 你只要在脸书上面搜寻 理想生活设计 就可以找到我们 并且加入我们 如果说呢 你有任何问题 或者有任何的想法 你都可以回到我的网站 或者是IG上面 我的网站网址 和IG的账号一样 是zoeyk.co 你可以截图这一集的节目 take我 还有takeKuma 然后呢 分享到你的IG 限动上面 让我们知道 你有在收听 让我们知道 你的看法 最后呢 我想要借着这个机会 公器私用的 对Kuma说 真的真的 非常的谢谢你 能够认识你 能够成为你的伙伴 是我做个人品牌 这一路上最宝贵的礼物 你让我看见 什么是一加一大于二 你也是我遇过最细心 而且最有责任感的伙伴 能够与你一起工作 是我的荣幸 我的福气 也祝福你未来的路上 充满故事 充满感动 有你正好 祝你生日快乐 我们回台湾见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